今天早上會商的結果 大家一致的決議 今年的臺灣燈會在新竹的臺灣燈會 我們停辦 由於新竹市 是屬於一個 他現在這次燈會的空間 是屬於一個比較開放型的 空間是屬於城市型的燈會 所以在人流的管制 或者是 採用實名制的方式 的一個防疫的措施 比較不容易執行 所以今天早上會商的結果 大家一致的決議 今年的臺灣燈會在新竹的臺灣燈會 我們停辦 因為過去這一年來的時間 新聞市政府和交通部觀光局的同仁 這個花了很大的心力 邀請了許多臺灣國內外 頂尖的策展人 藝術家 設計師 共同來參與2021台灣燈會的一個規劃 國際疫情非常的嚴峻 同樣持續協調 這一個是在新竹市的地標 東門城 這個是其中一個主燈 另外一個主燈 是我們交通部觀光局規劃的 警華主燈 那這整個城區都是我們的燈會的一個場域 所以大家都看得到這些都是巷道 所以我剛剛講的這個十連制 新竹市在這樣子的一個城市 在這樣子的一個城市型燈會裡面 確實有執行上的一個困難 新竹市這個城市相當的密集 人口相當密集 那我們這個是台灣非常重要的半導體重症 所以近期因為疫情增溫 我們接到很多在地足科的企業 向我們來反映 希望能夠考慮停辦台灣燈會 因為他們擔心 他們的員工來參加燈會 那也有可能 因為 參與燈會疫情又增溫 有染疫的風險 當然損失有有形跟無形 如果站在預算 角度來看 我們 交通部觀光局 大概有兩億元的預算要投入 這次的燈會 有一部分 是補助地方政府 有部分是自己主辦